高雄市在凌晨发生了一起火警 邻居指出有听到气暴声响 看到三层楼的透天簇窜出浓烟 里头的一家四口一度受困 消防队员紧急驾起旅梯 从二楼救出了妈妈和小姐弟 再从三楼救出已经被严重呛伤的爸爸 一家四口顺利脱困 救护车紧急把从火场里救出的小姐弟送衣 小弟弟裹着棉被一连金口 弟弟你们是在三楼吗 在三楼吗 我在二楼 我在二楼和一楼进去 真的 金刚在后方的姐姐头发全湿 因为受到严重惊吓 再加上衣服湿透 虽然裹着厚厚的棉被 还是蹲在地上不停的发抖 让人看了实在很不忍 重新回到火警现场 冰晨三点多高雄巴德一路这间透天错 一四一楼发生气暴 之后浓烟窜出 就在冰冰球的车 冰冰球 我从我们楼上都看 拼到六楼 不一车这样我都听到 屋里面住了一家四口 其中妈妈和小姐 在二楼 消防队员紧急假期旅提救人 而爸爸在三楼 所受到的枪伤最严重 这三楼的位置 楼下的火点都是浓烟 那我们人眼经过一番抢救之后 我们就把我带出来 我可以带人露出来 感到的亲友 惊魂未定情绪十分激动 索性一家四口都幸运被救出 在这篇房间还行 这个土地的 让我们会给你 我让你